欢迎来到迷上瘾的灵异投稿区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件令人悲伤的故事 是跟921大地震有关的 这场地震总共造成2400多人生命结束 921大地震又被称为集集大地震 而我们投稿的这名网友 就是住在受灾最严重的积极 地震发生时 他们住在一栋超过半个世纪的古老三合院内 有家人不幸被困在屋内 没有再醒来 这场悲剧使他们家族深受打击 特别是一位母亲 但不仅如此 在深夜家里还不停发生怪事 让他们不得不怀疑 有什么东西在闹 搞到后来甚至还有人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只是个两岁小婴儿 所以以下故事是我妈的真实口述 这是发生在921大地震最严重的蓝头积极 我们一家跟阿公阿嬷还有父亲的哥哥是同住在一栋 已经有50年以上历史的三合院 那天凌晨1点47分 重人皆被阵刑 大地震袭击了整个积极 造成巨大灾难 在这场灾难中 伯父家的女儿东东年仅4岁 不幸被压死在这座三合院内 地震发生当下 大伯房间的屋庭塌陷 很多瓦片掉落下来 因为大伯睡觉习惯测躺 所以左边的肩膀被砸到举不起来 伯母则是幸运没受伤 但是放在床边的婴儿床 则是被掉落瓦片淹没 大伯忍着牵伤寻找东东 但是早到时 东东的头部早已经被压到整个变形 因为当时是半夜 而且打救护车的电话也都打不通 住家附近也没办建医院 所以我爸开车 将大伯一家人 送到在学校临时搭建起来的野战医院 结果医生只看了一眼就说 这个没救了 然后转头继续看其他病人 当时伯母跪着 请医生再多看一下 不过医生说 很抱歉 这个真的没救了 他还要赶着救其他人 这场悲剧 深深地影响我们整个家族 特别是我伯母 他和女儿之间 有着深厚感情 这场灾难 让他深受打击 在举办商礼仪式这段过程 伯母整个人 神志不清 总以为东东还活着 甚至火化后 伯母还会抱着东东生前最爱的玩偶 一个人自言自语的 还曾经说 东东只是去上幼稚园而已 我爸妈听到这离谱的话 通常也不会指正 只是尴尬的笑着 我妈说 送走东东后 我家每晚都经历奇怪的事情 像是我常常半夜 突然 无缘无故地哭 还经常在半夜 听到院子里 有奇怪的脚步声 当时我妈认为 可能是附近的野狗 但后来 她发现 错了 因为我爸有事 半夜起来 想上厕所 走到户外 结果发现 伯母进来一个人 推着 没做人的婴儿车 在那自言自语的 后来 她还拿着刀乱灰 骂说 都是你这贱人 害死我家小孩的 因为伯母 症状变得太严重 大伯只好将她 送到精神病院治疗 大伯房间 因为地震崩塌 他们睡觉的地方 移到大厅 让本来就很急的 三合院变得更急 所以我爸 就想赚钱买房子 他本来是开大货车 后来跑去坐 南北开的连接车 这个工作薪水高 但是工作时间 是在半夜 有一天 当我妈在半夜 被我哭声吵醒 正忙着 哄我入睡时 他听到了一个 令他终身难忘的声音 这声音让他完全清醒过来 当时他闭着眼睛 在哄我 因为听到脚步声 跟奇怪笑声 就好奇地睁开眼睛 结果他看到 一顾的东东竟然站在 屋室的门口 不停地 微笑着 让我妈 吓得目瞪口呆的 是东东 红着 自己的头 我妈一看到 就吓得立刻闭上眼睛 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但是 就在这时 阿晋 别乞了啦 我知道你 早点快点我 这句话 让我妈 吓得 惊慌失措 完全不敢 打开眼睛 确认 只敢在心中 默念 阿弥陀佛 直到 他听到 嘉然阳路的送货员 来的声音 他 才敢 睁开眼睛 这时 站在 门口的东东 也早已经不在 我妈 因为恐惧 就立刻起车 带我 回 不离的老家 然后 打电话 跟爸爸说 昨晚 发生的事情 也因为 我妈 晚上 都不敢 回家睡 我爸 觉得这样 下去不行 就决定 请佛教的法师 来处理 但是 似乎 没有什么效果 后来 该找道教 一个 比较知名的道士 陈师傅 那天 陈师傅 他穿着一身道袍 手持符咒 和神秘的工具 一抵达我家 就开始做法事 我妈说 他看到陈师傅 点燃一团火 然后练着什么 晋天地作时 突然吹起一阵风 陈师傅就说 这个庭院里面 有英文不散的邪灵 必须驱赶 之后 他就拿着剑 在那挥来挥去的 经过一段时间 陈师傅说他 已经把邪灵赶走了 要离开前 他还画了几张符咒 叫我爸贴在门口 和窗户上 所以奇妙 自从贴上符咒后 我妈就没有在半夜 被我哭声吵醒过 几年后 我爸存到买房子的 偷七款 我们也就搬离那间 三额院了 因为事发当时 我孩子是个婴儿 所以对那间三额院 没有什么印象 不过 每次去看阿公阿嬷时 晚上 总是会感觉 凉凉的 久不久